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国民NMC 宇杰森 因为在节目中表达了对冬奥裁判的干项 而在中国引起了争议 这个新闻马上就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在2月19号播放的《Dolmenwani》节目中 宇杰森谈到韩国黄天恩选手 在短道速化1000名比赛背叛犯规事情的时候说了 当天实在是无法控制 我非常非常生气 但是几天后因为拿到金牌的消息 所以很高兴了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宇杰森的这段内容传到中国后 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宇杰森咬着牙跟说这些话 感觉好像是遭到很委屈的事情一样 这种反应太夸张了 因为韩国选手的犯规受到伤害的是中国选手 这算辱花了吧 祖国面前无偶像 就算是大声也不能忍 除了这种留言之外 也出现了很多人身攻击性的留言 然后在微博拥有51万多粉丝的宇杰森站 也在2月20号发文表示 经过商议本播决定停止运营 相信此时此刻最难过的一定是你们 因为眺望事先方向不同 未来的路不能在一起了 宣布关闭运营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中韩网友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只要是涉及到这种话题的天文下 留言都非常可怕 所以今天也是跟一直以来一样 没有拿来只是人身攻击 只是辱骂的留言 韩国人在韩国 为韩国选手惋惜生气也不行吗 宣布说中韩关系怎么样 宇杰森的发言侮辱了中国 真的是这样想吗 有关奥运裁判都已经是结束的事情 所以不想再说什么了 但是宇杰森的发言 真的是有要关闭粉专那么严重吗 实在是无法理解 希望你们必要看到这些酸盐 真的好心疼他 对于宇杰森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节目中比终止的奶奶一斗 昨天时隔4年 以完全体回归的男团B2B 出演了WonderK的YouTube节目 而这个影片的缩图 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那是因为 曾广在缩图中比了终止 其实这是坐在旁边的尤森家 握住了笔不依首饰的曾文官 而导致的误会 就像这样 18克克克克 表情太快乐了 所以更好笑 两个人的表情都是真笑 B2B在昨天发表献局的松后 马上就在Pox吉尼应援排行榜登上了一位 证明了宝刀未老的实力 所以希望B2B能继续带给我们快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紫红色墙的秘密 只要是追KPOP的人应该一定有看过 站在这紫红色墙拍照的idol们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部分的idol们都会在这里拍照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墙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里是MBC音乐中心的墙 我们来看一下idol们的视角 原来这紫红色墙也有好几个 感谢观看